youtuber孫轩热爱公仔 收藏品也多不胜数 然而日前他却为了公仔 罕见在社群平台发文大骂 进入孫轩到某家店 包牌抽奖的时候 意外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 一番赏和二番赏的签 他之前自己已经很久没那么生气 因为玩公仔抽一番赏 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真的不能理解 定家耍手段 搞小动作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这样真的有人做得出来 孙生也透露 曾遇过店家做牌 欺骗顾客 让他感觉能够疗愈心灵的地方 都被别人狠狠地践踏了 同时也感到非常的失望和难过 然而像他在发文之后 有许多网友的私讯他 提供了不少证据和资料 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受害者 孙生希望大家给他一点时间 处理影片和证据 一定会公开这个恶劣的店家 虽然遭到店家的威胁 但他只妥协做马赛克和编音处理 影片依旧会在频道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